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LIN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 其我粉丝团队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 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杰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的影片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要如何按赞订阅的分享呢 我简单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的 今天是2023年的5月18号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6月起子 在今天开高之后 继续震荡走高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个6月起子今天的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6月起子开盘 直接开在16,026点 但是开完盘之后 他并没有直接开高走高上去 而是先压回到今天的最低点15960 然后再反弹到今天的最高点16085 那整个当中区间呢 从昨天的250几点压缩到只剩下125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的行情有两段 最主要的行情 今天第一段是从这个16026 下杀到这个15960 这个地方有66点的空间 那这个地方反弹上来有125点的空间 如果把这两段行情加起来 也是大概有180几点的空间 那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把这两段行情变成钞票呢 最关键的重点是今天的盘 跟昨天前天已经不一样了 昨天的行情是开高 可以直接进场做多 前天的行情也是开高 可以直接进场做多 可是今天这个行情 为什么开高之后不可以直接做多 而是要先放空下来再做多上去呢 我想再等一下 我们的台子期当中小技巧当中 我会跟大家来破解 为什么今天这盘一开盘不能做多 要先放空下来再做多上去 这地方当然有一参的一个技术分析的一个技巧在 那接下来大盘的行情怎么看 我也会透过这个技术线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的 讲到这个台子期的当中操作 当然 我说过了 每天一定要观察一下 这个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如果开在五日均线之上 就代表今天是属于多方空盘 如果开在五日均线之下 就代表今天是属于空方空盘 那么就直接从技术线型来看一下 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昨天是一个开高走高的长红棒 今天这个加权指数开盘 还是开高135点 真是让人太开心了 尤其是做股票投资票 看到这种行情 信心都回来了 这个开高之后 它马上就在这个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今天仍然是属于多方空盘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说明 加权指数开高135点 在五日均线之上 这个是属于多方空盘 那六月期止 今天开高151点 可是跟昨天前天不一样地方是 为什么今天开盘不可以直接做多 原因来了 因为当今天开盘的时候 它已经跳空 大涨了151点 而且呢 它的一个这个成交口数 已经超过了2000口以上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当它爆量2000口以上 我有教过大家 开高爆量 基本上它一定会压回 它一定会压回 昨天跟前天是因为开高之后 没有爆量 我想在节目当中 我讲的非常清楚 开高如果爆量 基本上就不可以直接做多 你要先短空下来 你要先放空下来 才能够再做多上去 这才是最正确的答案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这个开高之后 整个正乖离也过大 跟这个五日均线的距离也过大 所以它一定会拉回传口气 再往上攻 所以你看了 我今天在技术分析这边也写了 我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地方是写 逢拉回做多为上策 昨天是指开盘价值即可做多 你看学技术分析就是有这个好处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你该做什么事 而且你做了这个动作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做多 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放空 非常的清楚 而不是乱做一通 凭感觉用猜测的方式操作 毕竟这个结算 所带领的期货跟选择人会员 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的每一笔交易 都必须要能够讲出一个明确的依据 这样对会员才有个交代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MACD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大盘的行情 真的是非常健康 MACD在昨天又再度形成了黄金交叉 所以说代表 大盘又重新 多头行情又开始启动 那这个行情 其实我之前就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看着太悲观 也不要想要去放空 这个任何的股票或期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1月30号的跳空缺口 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回补掉 所以我不晓得 为什么那么多分析师 看空这个行情 看衰这个台北股市 连这个跳空缺口都跌不下来 回补不下来 你说这个行情会很糟 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服结帅我 所以我不晓得这些老师 到底是在拆行情 还是在赌行情 为什么要这么的看衰台北股市 我不懂 包含头这边也一样 如果你现在还在看空台北股市 就代表你的技术分析有问题 明明这个跳空缺口 根本就没有回补 明明这个15200这个支撑 也没有跌破 为什么要看那么空 根本就是在拆行情 赌行情 那再加上现在MACD 又黄金交叉 实在是没有看空台北股市的理由 我们来看一下说明 MACD的柱状体在零轴的上方 MACD跟DF形成所谓的黄金交叉 多方的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像今天空单基本上 你只能够短线当中操作 今天开盘可以短空 但是绝对不能够长线 只能短空下来再做多上去 好接着我们再看KD指标 KD指标的K值低值RSV 目前介于20到80之间 那当然了 大盘现在会形成一个 区间震荡偏多的格局 支撑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上电高 已经来到了15500点 也就是这个五日均线这附近 各位其实有个看到季线 还有月线还有五日均线 其实都已经在15000点以上 所以目前这个支撑点 我们就观察前波的这个低点 大概在15500点这附近 所以以上 是我们今天的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那我讲过了 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我每天早上9点多就会完成 完成之后 我就会分享给我群租里面 Light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投资朋友 你想得到这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的话 欢迎各位踊跃的来索取 索取这份资料 你一毛钱都不用花 而且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只要各位愿意做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了 做什么事情呢 只要各位愿意加入 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这份技术分析资料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扫描这张图卡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底下的Line ID直接搜寻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算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这份资料 但是第一次加入好朋友 请记得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第一次交好朋友 请记得在加入之后 一定要记得回复888三个数字 我们才能够看到你 如果你没有回复888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晓得 你加入我们的Line 我们也看不到你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份资料 传到你手机的Line里面 所以麻烦各位 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的好友 记得一定要在加入之后 回复888 让我们知道你加入我们的群组 看到你之后 我们自然就会把这份资料 传到你手机的Line里面 好的 那么学习技术分析 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其实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讲 学习技术分析的最大好处就是 你的胜率 精准度会提高 像今天 边边的行情啊 很多投资人以为 这个今天会跟昨天一样 开盘我就直接来做多就好了 这个老师啊 昨天做多好像就大赚 前天呢 做多也大赚 但是 今天你去做多就要了解 怎么说 今天一开盘做多 并不代表你错 可是问题来了 你在一开盘做多 这个杀下来 你一定会打到你的停损啊 所以后面涨上去这一段 你根本捞不到啊 所以 重点就是在于 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你要怎么知道 说 这个开盘价开高了 不能做多要放空 我刚刚解释过了 第一个 今天开盘跳空开高 他已经爆量2000口以上 是不太适合再做多了 第二个 今天开盘150几点 已经正乖离过大 他一定会修正 所以各位今天 如果你有结帅这把功夫 你有学到技术分析的时候 你今天一开盘是不可能做多 你会怎么做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实战操作 我们今天是在8点55分出手 8点55分就现货还没开盘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们今天没有直接做多 是先放空哦 那各位看一下完整的简讯内容 市价空 6月期指目前的报价在15999附近 15999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市价做空至少两口大台子 这是今天8点55分 我们全体其冲会员的讯息 我们请会员先放空在15999 那当然这笔空单进场之后 我嘞只做短线 因为毕竟现在是多头格局 所以你看一下8点57分哦 8点57分的时候 我马上告诉会员 市价空单 不管你成交价位多少 各位认真看 我会写什么 建议短线操作15972 停力出场 建议短线操作15972 停力出场 这是今天全体其冲会员的讯息 我们在15999放空 但是15972 我们就给它补掉了 这个空单小赚54点 当然投资人一定问 老师你说你的每一笔交易都有依据 你这个出场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非常简单 我利用我多年的技术分析的逻辑 再结合现阶段高科技的人工智慧的运算方式 我做成了一套期货操板软体 叫做大探极的期货系统 我们的这套大探极期货系统 基本上 它有一个精算转折的功能 而今天这个15972这个点位 依据到底在哪里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今天最低点15960 你看我们这个空单补的漂漂亮 非常漂亮对不对 补在15972 那这个依据就来自我们的系统 你看我们的系统今天 是怎么告诉我们会员 我们今天系统告诉会员 预挂做多在15972 来回到上一页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最低15960 我们今天早上是不是9点55分 8点55分是放空 这放空杀下来之后 最低来到15960 我们补在15972 这个依据 就是来自于我们系统 告诉我们的支撑点 叫15972 那当然我们系统告诉会员 说预挂做多15972 所以说 如果你有这套系统的话 你今天真正会做多的顶位 应该是在15972 15972 这个地方做多 那当然行情 他就直接喷上去了 喷到哪里 16085 好 我们的系统可以算出这个支撑转折 那到底可不可以算出压力转折 当然可以嘛 既然可以算出支撑 他就要能够算出压力 那今天的压力转折点 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直接看一下系统的画面 打开系统画面 你会很清楚看到 今天系统告诉我们会员 预挂做空的点位叫 16079 换句话说我们这系统实在太强了 各位他今天建议我们会员在 15972做多啊 涨上去之后建议我们会员在 116079再空一趟 换句话说今天有两趟放空的机会 第一趟就是开盘没多久 放空下来这一段 第二段就是涨上去之后来到高点 再放空下来的这一段 这个行情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哦 我们先把多单出掉 做多停力看压力 各位今天系统提供的支撑叫 15972这里做多来到16079把它出掉 涨了几点214点 那当然如果你有这套大碳级系统 你今天会在16079去放空 会放空哦 那放空下来到底多少点呢 我们直接看一下11点45分哦 来各位 软体会员 如果按照今天短线压力 16079做空则 建议短线操作在16049附近啊 就给他试驾出场 哎这一趟又再度小赚 60点哦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结果 你看到今天这个所有的行情啊 基本上空单你只能做短线 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技术分析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是多方架构 所以在这里做空啊 一定只能做短线 如果你硬是要跟他拼拨断的话 你不但赚不到钱 还有可能吃大亏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哦 今天开盘价 我们先短空一趟 这样两口空单跌了54点 然后我们系统的用户 按照系统规划的支撑点做多 来到系统规划的压力点出掉 再涨214点 接着系统规划的压力点放空 再跌下来 再16049补掉 再跌他60点 把这三笔交易的机会加起来 一共涨跌几点 328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台子期的一个当冲操作啊 恭喜我们的会员今天再度轻松得胜 好 讲完了期货的操作之后 我们紧接着再看选择权的操作 昨天这个选择权啊 会员朋友啊 掌声如雷啊 对不对 续约不断啊 为什么 昨天的五月期止 各位看到没有 我说了 5万多块的东西 我们竟然呢 大干一票 让会员呢 可以赚到20万以上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操作 讲到这个选择权的操作 我就想到了小资主 小资主呢 因为操盘资金 不到10万块 或者是10万块左右 没有办法做大台 那怎么办呢 这些人一定很想翻身 可是呢 却没有方法 所以 拳头户界里面 我说了 唯一一位 每天带领投资朋友 做选择权当冲买方策略的 就是我 我为什么要开这个选择权当冲班 因为我想要帮助 全国所有的小资主 小资主没有资金的 很喜欢来找结算 因为他们知道 头户界里面 唯一一位带选择权的 当冲老师 就是只有我一个 所以他们只能来找我 那各位今天 我们开盘是不是先做空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买进卖权嘛 期货怎么做 选择权就怎么做 好 今天我们在75点 买进20口 来 我们看一下实战 来 各位 来 8点56分 5月第四周选择权 1万6的卖权 现在报价75点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买进20口 来 今天买这个卖权 20口 只要7万5千块 各位小资主投资朋友 我说了 如果你的资金 大概只剩10万块 真的不用担心 资金的问题 你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带你做选择权 慢慢累积价差 来 各位 那这个75点进场之后 我们都知道 他最高是先来到96点 再杀下来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当然一定要出嘛 那我又没有请货员出掉 我刚刚讲了 现阶段是多方架构 所以这个空单只能做短线 选择权也一样 所以来看一下 8点58分 选择权当中班手上 5月第四周选择权 1万6的卖权 75点的部位 我们建议短线操作 你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 建议短线操作 这六个字 挂95点出厂 出的实在太漂亮了 最高96 我们出在95 各位 那这样75点买20口 95点出厂20口 也是轻松赚钱 你的75,000块 在今天会变95,000块 口袋又多了2万块钱出来 这2万块钱 就等于大台词的100点 在昨天的这个行情里面 我说了我们是利用这个选择权的方式 56点买进20口 这5月17号 我们看到 264点出厂20口 56,000变成264,000 这个口袋多了20万出来 昨天会员真的非常开心 纷纷的这个传讯息 给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 各位来看证据 来 这个5月17号选择权当中班会员实战 来 各位看到没有会员讲什么 我今天一天赚了快四年的会费 天哪 四年的会费 各位 所以我说不要担心会费的问题 因为只要有行情 你只要做对比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再念一遍了 我今天一天赚了四年的会费 哈哈 选择权真的太迷人了 这是会员的一个心声 他告诉我们服务人员 我们服务人员当然也很开心 给他比个赞 而且这个我们的会员朋友来说 而且还是分批出厂 没出在最高不敢贪心 没有关系 只要是赚钱 都是我们所要的结果 各位我们看到 5月17号选择权当中班会员的实战 所以这个我在讲的这个绩效 他绝对不是唬烂的 是真枪实弹的操作 是真的有人赚那么多钱 我为什么要秀这个给大家看 我不是在炫耀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不要去担心会费的问题 我带你做 会费真的只是一两天的事情 你好好跟着我来做 你看人家一天赚了快四年的会费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的后面的会期 你完全都是由市场来支付 所以不要担心会费的问题 放心的跟着我操作 我会带你呢 在这个市场上稳健的成为赢家 好 以上是今天台子期 跟选择权的日盘交易 讲完了日盘的交易之后 我们紧接着要来看一下夜盘的一个交易 提到夜盘的交易投资朋友 如果到现在 你还是因为不能盯盘的关系 而不敢操作台子期夜盘 那么请你一定要来找我 为什么 因为我所研发的这套大碳级的期货系统 它可以帮你盯盘 我讲过了盯盘啊 不能盯盘这个问题 是很多人头痛的问题 那当然 如果说有一套好用的工具 它可以帮你盯盘的话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 就可以把这个头痛的问题 把它解决掉 那到底人工智慧可不可以帮 投资朋友盯盘 答案是可以的 我来告诉大家怎么盯 我们这套系统基本上 在这个去年就已经增加了 所谓的声音提醒功能 而这套系统的声音提醒功能 就是要帮助投资朋友盯盘 怎么盯盘呢 非常简单的 我们的会员基本上 都是直接把这套软体 装在他们的手机里面 那我想现代的每个人都有 智慧型手机 你一定会随身攜带着它嘛 毕竟不带手机出门 真的很麻烦 那当你把软体装在手机里面 打开声音提醒功能 只要你打开这个声音提醒功能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去做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完全不用盯盘 只要我们的系统出现了 做多讯号 放空讯号 停力讯号 这个系统就会发出叫声 当你的耳朵听到叫声的时候 你再拿出 你的手机看一下 到底软体叫你做什么动作 你就跟着做动作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听到声音 再看讯号做动作 操作其实我就不需要盯盘 因为它会带进带出 让你轻松操作 那讲到这个操盘软体 投资朋友一定使用过 很多坊间的操盘软体 为什么一直还是不能够成为 市场上的赢家 这个问题点就在于 坊间一般的操盘软体 它会同一时间 给你很多的模组 给你很多的指标 那当然了 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你到底要看哪一个指标 你到底要按照哪一个模组来操作 你一定会常常抓股招比 今天看到医药指标赚钱 明天跟着医药做 结果明天换三号指标赚钱 你光是这样换来换去 你一年下来 你绝对赚不到钱 滚湿不升台 转业不聚财 有介于此 我把我们的系统 的当充指标 只设计成一个当充指标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的会员朋友 就绝对不可能选错指标 因为它绝对会跟我的 这个软体画面完全同步 而且呢 他们所看到画面 跟我直播所讲的画面 是绝对一样 每天按照同一个指标操作 才有可能稳健操作 那做法呢 非常简单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跟着探极箭头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多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空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行星符号 代表你可以停力出场 昨天的夜盘 简直就是送分题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昨天夜盘 只有一个交易讯号 就是箭头向上 各位 当这个箭头向上出现的时候 就算你没在盯盘 也没关系 把声音提醒功能打开 这里会发出叫声 来到这个行星符号 他也会发出叫声 提醒你停力 那这样一段上来就81点 那今天早上 不能直接做多 我刚刚有讲了 我们的系统也是先短空 这一档短空下来32点 然后这里在后面 再做多上去又40点 所以今天可以做一趟空单 一趟多单 两趟通通都赚钱 72点 再加上昨天的81点 下死人的150点 各位 昨天夜盘加今天日盘 就150点 就3万块了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你不要去担心汇费的问题 不要去考虑汇费问题 只要好好的跟着我们来做 你有赚到钱之后 汇费就自然不是问题 好 这是第一种操作的方式 我们再来讲 第二种操作的方式 跟着探情星星进场 当你看到 多单停力提醒训绕的时候 代表怎样 行情已经涨很多了 这时候高点到了 要干什么 空单直接进场 而当你看到 空单停力提醒训绕出现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行情已经跌很深了 这时候 多单就可以直接进场 因为代表低点到了 那各位看到什么 看到画面 像今天日盘的话 这里是不是有个空单停力提醒训绕 这里是不是可以做多上去 来到这里是不是把这个空单补掉 所以这里是不是可以做一趟上去 这里是不是很漂亮的低点 刚刚跟大家讲了 我们支撑算出来是不是叫15972 那压力是不是叫做 16079 那所以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支撑位置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压力位置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做多 在这里放空 来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给大家看 各位可以看到来看这一段 这里是空单停力提醒训绕 那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可以反手做多上去 来到这个新兴福报 这一段反弹 你又可以赚122点 是不是很开心 今天区间也才125点 你竟然就可以掌握到122点 所以这套系统真的非常厉害 因为它是电脑运算的方式 所以任何的支撑压力 它可以算得出来 任何的方向 它可以判断得出来 那这样做一段反弹上去 你赚了122点之后 这里可不可以再短空一次 可以 这里还是有30几点可以赚 所以不管你是按照箭头操作 按照新兴福报的操作 在昨天跟今天 你绝对都可以赚到市场上的钱 所以我再讲一遍 亲爱投资朋友 如果现阶段你还是用 人脑的方式来判断行情的话 我跟你讲 你绝对没有办法成为赢家 因为你人脑判断的速度 绝对没有我们的 这一套大碳级系统 判断的速度快 电脑运算的速度绝对比你快吧 所以我说现在出奇卧投资朋友 很少人 没有在用操盘软体的 大多数人都有在用操盘软体 因为电脑计算速度快 那这个你必须要承认 你懂吗 你不能再认为自己很聪明 很厉害 因为你的计算速度 没有电脑快 这已经是事实了 未来也会是如此 因为电脑只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进步 所以人工智慧的优势 我们这一套系统 就是它是由电脑运算快速精准 既可以算出支撑 又可以算出压力 第一时间是不是帮你掌握转折 你根本就不需要花脑筋去想 花脑筋去拆 为了省一点点钱 不来参加会员 不买软体 结果呢 你自己在市场上 输掉了十倍二十倍的会费 这样感到 这本末导致嘛 省小钱你却赔大钱 这是最笨的一种想法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希望你赚钱 我真的希望你赚钱 所以你一定要用对的方法 什么叫对的方法 做期货它既然是一个速度很快的一个商品 你就是要有这种 人工智慧电脑运算的工具 来帮你计算进场点出场点 而且人工智慧它科学客观 它不像你一样 面对行情还会三心二意 这个犹豫不决的这种感情 人工智慧它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多就是多 空就是空 它可以完全帮助你排除人性的弱点 而且再加上现阶段 我们所推出这个买鱼送吊杆的活动 已经受到广大投资朋友的一个喜爱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三项商品里面 你看哦 大碳级期货系统大家已经知道 台子期当中讯息 你今天也看到我们开盘做空 选择权讯息不用讲了 昨天会员赚了四年的会费 一天的时间 今天我们做短空 又再小赚20点 所以你看哦 这个买鱼送吊杆 就是买一种送一种 你可以随便搭配两种商品 在你逛的啦 那也可以大碳级系统 再搭配这个选择权 也可以大碳级系统 再搭配这个期冲讯息 也可以完全不是看软体 就看我们的讯息 期冲加选冲都可以 在你逛 在你逛 两种又各半年 总共一整年的会期 那我讲过了 像这样的一个方案啊 真的很划算 外面一种商品半年 就要卖你六万块以上 我们两种商品 竟然不到六万块钱 所以各位亲爱投资朋友 只要599 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欢迎加赖回复599 或者直接拿出手机 拨打我们公司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手机拨打 这个电话也是免费 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都能利用正确的方法 跟我们的会员一样 天天开心 天天有收获 好的 今天由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直播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期货市场 鬼追多变 唯有实战 才是王道 每周一至周五 下午两点半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东森新货 有期货大师 杰帅教您 硬底子 真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